歌手孫燕姿休息了好一陣子 近期準備要回到大陸拍戲 不過也就在這個時期 網路上的AI智能興起 先前網路上就流傳出了好幾組AI孫燕姿 用十字他的聲音出了好多首的翻唱歌 就在外界驚呼怎麼這麼像的同時 孫燕姿也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表了看法 他說正當大家開始覺得 孫燕姿是不是要淡出歌壇時 AI孫燕姿卻變成了頂流歌手 雖然聽起來很諷刺 但他認為這沒有什麼好真的 因為人類一開始本來堅信科技無法取代人類 卻由於他的快速發展 已經開始威脅到人類的各種工作 有些人可能會說 自己還是能夠因為引擋了情緒和喚氣 明白這並不是真人 但他認為科技的日新月異 就怕哪一天連人類都無法超越 他覺得自己就像了電影院的觀眾 是像看戲般的看著AI孫燕姿泛紅 他不誠心也不擔心被取代 最後自己這樣出貨了 以上續都在影響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